一个中程药 把体内的陈年老寒时 排出去 这个冬天告别了 痛 将一到冬天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 老毛病又开始发作了 关节炎 老寒腿 风湿病等等 经常疼的连路都走不了 关节又麻又木 那在这方面呢 西医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但是中医呢 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其实像风湿病 关节炎这些问题在中医上都属于臂症 主要就是风寒湿三邪入侵机体 导致经脉不通 气血运行不畅 经脉拘集 久而久之这个部位就出现了麻木 疼痛 肿胀等问题 那有一个中程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叫做散寒活络丸 这个药里面的成分可谓是猛将如云 首先是川乌草乳这两味药散寒能力极为俊猛 但是因为有一定毒性 所以在作为中药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先经过炮制 再来便是威灵仙 乌烧蛇 土鳖虫以及地龙 这几位药都能通经络 把深藏于骨缝中的风寒湿邪都给搜刮出来 为后面打通气血做准备 然后便是桂枝 桂枝温通经脉的同时还能截表散寒 把体内的寒血驱除出去 再配合枪活 毒活 防风 经界来驱风除湿 把风寒湿邪气一网打尽 最后便是香浮 香浮被称为血中气药 能通行十二经脉 还能推动血液的运行 借助桂枝的热性 把气血带入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主要合用对风寒湿邪入侵肌体引起的疼痛助症 比如说肩周炎 腰腿疼痛 手脚麻木等等都有一定的调理作用 不过整个方子的用药偏与霸道 所以殷虚火旺 素体比较虚弱的人就不太适合了 建议大家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参考使用 我们下期再见